台中有位谢小姐端午节当天到雾峰市场 买了三只炸鸡腿回家拜地鸡主 没想到拜完小朋友拿来吃 却发现这鸡腿肉里面 有四五只疑似蛆虫的生物在爬 让一家人吓坏了 不过也有人质疑炸过了鸡腿 怎么还能看到活动的虫 由于这个炸鸡摊已经两天没营业 市府卫生局将等鸡茶货后再进一步离情 香喷喷的炸鸡腿买回家 小孩才咬没几口就被发现 酥炸脆皮底下的鸡腿肉 竟然有四五只疑似蛆虫等不明物体 正在蠕动爬来爬去 惊悚一幕当场把妈妈吓坏 也让人看了食欲全消 影片po上网就让大批网友 看了直呼恶心想吐太恐怖了 民众po文是在端午节当天早上 到雾峰市场买了三只炸鸡腿 要拜地鸡主 没想到拜完拿来吃咬鸡口就看到蛆虫 简直吓到起鸡皮疙瘩 但就网友质疑 炸锅的鸡腿还能看到活动的虫吗 有可能买回去拜拜时被污染 不过民众回闻强调 买回来就放在保利笼箱里 拜拜时又用保鲜膜封盘 食品系教授则研判 可能是摊伤鸡腿肉 保存不当 从委市场炸鸡摊已经两天没营业 市府卫生局派人到场扑了空 除了先拍照存证 将会等摊商营业时间到场鸡查 只是炸鸡腿出现不明驱虫 事态严重 毕竟攸关民众食安 还得等待卫生局彻查后 厘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节奏公众食台中 差不多